来关系天气的部分 今天清晨蛮冷的 因为辐射冷却 其实气象局也针对全台11个县市 有发布了低温特报 目前的及时温度看到 虽然是慢慢的回温 但是其实在清晨最低温 苗栗照桥7.7度 这是在人工测站的桃园市新屋 就10.5度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是因为 今天早上东北季风是稍稍的增强 所以北部东北部的高温降幅就蛮大 加上一些辐射冷却效应 所以我们来看到西半部 尤其你看嘉义目前的及时温度 还是不到15度了 所以这个高温掉得非常快 不过慢慢今天白天的高温 大概会回到18到20度左右 但是比昨天相比是稍微 比较凉一些冷一些 而且天气形态也比较不稳定 也比较湿一些 不过好消息是 接下来就要变为好天气了 我们来看到今天 这高温是蛮低的 低温13度左右 但是到明天 可以看得到阳光 高温也会回升到24度左右 那一直到下周周末 可以看到都是相对稳定的好天气 都是类似这样 在过年前 这个大概会水气 有时候多一些 有时候少一些 但是影响程度不是太大 所以专家预测 目前到过年前 还是不会看到 有寒流或是强冷气团 这样的趋势 不过天气会变 随时还是要关注我们 这边提供的天气的讯息 没有感觉 除了 稳定的